这是一场矿骨硕金的魔术表演 男人缓缓走向充满雷电的机器 紧接着承受来自雷公电舞的伤害 然而下一秒 男人像是用了闪现似的 突然出现在观众戏后面 令观众叹为观止 因此狼叔获得了大魔术师的称号 这天狼叔在表演魔术的时候 出了状况不慎落入舞台下的水箱溺水身亡 而他的好兄弟兼死对头魔术师小帅 被当成在场的唯一嫌疑人被捕入狱 据说他有很可能会被判以死刑 有一天一名律师前来看望小帅 他带着贵族的名义前来 希望能够购买小帅成名魔术 遗形幻影的秘密 但小帅没有同意 但律师告诉他 若是他真的被判以死刑 那么他的女儿就会被送到孤儿院 甚至会成为一名同工 接着拿出一本贵族的笔记本交给了小帅 打开笔记本小帅发现里面写了非常多的字笔 其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谜团 而写下这本笔记的人正是狼叔 他也曾研究过小帅的笔记 同样小帅的笔记上也写满了谜语 故事开始于19世纪末的英国 那个时候的狼叔和小帅还没有什么名气 也只能在台下充当托 扮演普通的观众 然后被叫上台来 负责给表演魔术的美女绑绳结 而那个美女正是狼叔的妻子 紧接着被捆住双手双脚的美女 落入会自动上锁的水箱当中 随之落下幕布遮住观众的视线 没过多久魔术师再次揭开幕布时 美女已经从水箱中逃离 安然无恙出现在舞台上 表演一如既往的成功 但是面对一心想要创新魔术的小帅来说 他厌倦了这老套的魔术 他希望能够在下一次表演时 改用更为结实的蓝氏结 而对于这种绳结 不论是狼叔还是道具师老胡都不赞同 因为这种绳结遇水后会膨胀 风险很大 面对他们的嘲笑 小帅信誓旦旦表示 自己一定会发明一个别人模仿不了的魔术 魔术师狼叔和小帅前来观摩了 一场中国魔术师的表演 他们看穿了魔术师的戏法 原来那位魔术师每天假装跛脚 以便在胯下藏东西 狼叔回到家后 将魔术的秘密告诉了妻子 随即开始了成长之路 另一边的小帅 继续在小剧场里当魔术师的助手 魔术师把笼子里的小鸟便没再变回来 没想到台下的一个小男孩看了哇哇大哭 小帅看到后 拿着变回来的小鸟来到台下安慰他 但小男孩却一口认定 这只小鸟不是一开始的那只 小帅笑着对旁边的女人说 你儿子真是聪明 女人解释说 她是我外甥 看样子小帅是对孩子的阿姨一见钟情了 他还通过一个顺移到人家房间里的魔术 俘获了阿姨的芳心 很快他们两人便从相知相识 坠入爱河到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天剧场里又开始进行水底逃生的魔术表演 狼叔和小帅一如既往上台给美女绑上绳子 只是这一次 小帅却诡异地和美女对视了一下 接着他给美女打了一个蓝世姐 表演开始后 老胡在一旁按下了秒表 观众们等了许久 都不见里面有什么动静 老胡发现不对劲 赶忙把木不拉开砸破水箱 可惜为时已晚 狼叔的妻子溺死水中了 从此狼叔和小帅两人便分道扬镳 成为了对手 往后的日子里小帅投身于自己的魔术研究中 还招来了一名神秘的助手小胖 他准备和助手小胖在酒吧 表演一场接子弹的魔术 而狼叔在妻子死后 内心非常绝望 在小帅登台表演的时候 他装扮成观众 突然他举起枪质问小帅 当初给自己的妻子到底绑了什么结 这次 他得到的回答还是和上次一样 还在哪儿 狼叔认定小帅在说谎 而在一旁的助手小胖发现道具不对劲 连忙冲上来阻止 但一声枪响之后 还是击中了维恩的左手 失去了两根手指 就此有人反目 小帅出走单干 多年之后 狼叔从日记中看到小帅这样写道 一半的我发誓打了简单的绳结 另一半的我却记得绑了蓝氏绳结 这让狼叔百思不得其解 时间回到多年前 小帅经过长时间的钻研 终于研究出了一种类似分身术的魔术表演 可以在两个封闭的容器内实现自由穿越 小帅还给他新的戏法取了一个名字 教义型幻影 这个魔术再次引起了狼叔的注意 于是狼叔一回来就拉着老胡破解魔术 两人和助手寡姐对于魔术的精彩不可置疯 但是对于魔术的手法却起了分歧 老胡认为魔术中小帅使用了替身 但是狼叔和寡姐却认为手法应该更复杂 因为小帅那只残疾的手 一定不是替身能毫无破绽演绎出来的 老胡照猫画虎 同样给狼叔找了多外貌相似的替身 在助手寡姐的配合下 同样表演了一场类似一型幻影的魔术 但是狼叔依然不甘心 想要知道小帅的秘诀 甚至不惜牺牲和自己相爱的寡姐 让他去小帅那里当卧底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小帅早已看穿一切 在一次魔术表演中 小帅趁狼叔在台上表演 来到幕后偷偷挪走密道下的垫子 使得狼叔在表演魔术的时候摔断了腿 并在观众面前狠狠地对狼叔嘲讽了一波 与此同时 卧底的寡姐 简简单单就把小帅的笔记给弄了过来 本以为这下狼叔可以收手了 但狼叔却没有止步于此 渐渐地他忽视了寡姐的感受 而寡姐则在卧底的身份下 爱上了小帅 但貌似狼叔并不在乎 之后更是为了获得小帅的魔术秘密 盯上了小帅的助手小胖 狼叔以小胖为要挟约见小帅 要求他写出自己的魔术移型幻影的秘密 为了小胖的安危 小帅也是直接到处了 笔记的关键字特斯拉给狼叔 没错 这个特斯拉就是发明交流电 一声牛掰到逆天的特斯拉 狼叔也不惜跋山涉水 从英国前往美国拜访特斯拉 他终于在一座偏僻的山上 找到特斯拉的秘密实验室 那里有非常多的顶尖发明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 电器就像是魔术一样神奇 特斯拉向狼叔展示了一个 电光四射的机器 经过测试发现 原来这个机器是一个复制机 但是效果还不够稳定 狼叔决定过段时间再来拜访 当狼叔回到酒店房间后 翻看起了小帅的笔记 却发现寡姐早已背叛了自己 狼叔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拍过去的助手 竟然成为了对方的帮手 不仅如此 就连特斯拉也是小帅给的假线索 现在狼叔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 气势汹汹地再次来到了特斯拉实验室 但就在这时 他发现特斯拉的实验室已经被摧毁了 据说那是特斯拉的死对头爱迪生干的 不过特斯拉临走前 为狼叔留下了一台机器 他把机器带回国 并为接下来的一百场演出做准备 另一边 小帅的妻子发现了第三者寡姐的存在 和小帅大吵一架后便上吊自杀了 狼叔拄着拐杖走上舞台 这次他宣称自己表演的不是魔术 而是纯粹的科学 然后在众目睽睽下 他走进那个电光四射的机器 接着瞬间消失 几秒钟后 他出现在观众席背后 赢得了满场的掌声 在小帅看来 这个魔术很不合理 狼叔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入后台 为什么后台只留下一个瞎子看守 为什么每次结束表演后 都会运走一个大箱子 狼叔表演的魔术秘密 简直让自己拽耳挠塞 一次表演中 乔装成观众的小帅终于忍不住了 在狼叔表演的时候 偷偷溜到了后台 他看到一个装满水的水箱 接着便是狼叔从舞台坠入水箱 而他却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狼叔溺水身亡 因此他成为了在场第一嫌疑人被捕入狱 之后即将被判绞刑的小帅 在狱中见到了 一直想要买自己魔术秘密的那位贵族 原来曾经的狼叔就是如今的贵族 小帅忍不下去 他从口袋中拿出一份资料 想用异性幻影换取狼叔的原谅 但狼叔以一个赢家的姿态 结果纸条看都没看就当场撕碎了 但所有的魔术都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以虚待识 魔术师先展示出一个真实的东西 例如一副牌一只鸟或一个人 然后观众进行检查 虽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但他们知道其中一定有假 第二个步骤是偷天换日 魔术师利用这个普通的东西 做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 但这时候观众并不会鼓掌 因为他们想看的不仅仅是让东西消失 而这时魔术师则会进行第三个步骤 化腐朽为神奇 就在小帅与助手小胖道别后 他在狱中受到绞刑 同一个晚上 小胖一枪击毙了狼叔 这时候小胖摘下伪装 伪装下是小帅的脸 原来小帅和小胖是一对双胞胎 一直轮流使用同一个身份 这也是他们完成异形幻影的秘密 为了不被人看穿 他们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甚至牺牲掉另一个人的手指 为的就是万无一失 但是他们两人还是没法做到 连喜好都相同 一个人喜欢妻子 一个人喜欢寡姐 所以妻子才觉得小帅反复无常 像是人格分裂 此刻活着的小帅表示 牺牲是魔术表演的最高精神 狼叔你不懂的 不过狼叔却表示 自己也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 他坦言 那个会放电的机器 其实是一个复制机 他的每一次魔术表演 都要淹死一次自己 是的作为代价 牺牲是魔术表演的最高精神 双胞胎选择牺牲自我 轮流分享人生 狼叔同样也是牺牲自我 却拿肉体做赌注 致命魔术中最伟大的魔术师 显然不是狼叔或者小帅 而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